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南方 有北方 各地生活的人生活的环境 生活的一些习惯都不一样 所以咱们这个话题要渐渐的深入下去 今天要跟您谈一谈 就是生活在不同的地域 他们应该怎么样去秋季 注重养生 我们请到了很多专家 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陈海英 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 硕士生导师 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审专家 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 脑血管疾病等 刘仁海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东方医院主任医师 医学博士 主治便秘 结肠炎 痔疮 肛裂 肛漏 直肠癌等 张二丹青年演员 曾主演过 《青凌凌的水》 《蓝盈盈的天》 《笑笑茶楼》等影视剧 进入秋季 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 会变得天干雾燥 而南方地区 依旧是温高湿重 但是 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 都会出现秋季特有的 造血之气 因此 不分南北 很多人都会出现 上火的症状 那么 如何降火润造 成为南北方 在秋季养生上 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这个工作的关系 我相信大家也经常 南北方到跑 尤其二丹可能去 没错 对 南方经常去 比如说 这个最有代表性的 这个 岭南地区 对 这个历史上 岭南地区出名医 对 你看 现在最有名的一个 就是宝芝林的 黄飞红 黄师傅 人家这个宝芝林 人家就是个药铺 还带看病 是吧 岭南出名医 这个可能跟他的地域有关系 他这个大山里面也出草药 对 可能跟他的气候也有关系 跟气候也有关系 对 我到广州 我的最强烈深刻的印象 就满街都是那个卖凉茶的那个当 没错 没错 我一到广州 他们就推荐我去喝凉茶 说我最该喝凉茶 为什么 而且我还倒霉呢 我一去喝 一跟这个店里人说我的一些症状 说我适合喝什么呀 肯定给我推荐那最苦的 我想这凉茶不就是中药吗 他这个 因为南方尤其像 比方像广州 像重庆 他这些地方 他都是气温高 而且湿度大 所以人呢 人体当中呢 都会出现一些 由于湿和热 形成的一些一系列疾病 您说 为什么我一到那 他们就给我推荐那最苦的呀 我就是跟他们说我爱起疙瘩 经常熬夜 然后他们就说你得喝这个 我一拿过来 我说哎呦 这怎么这么苦的 就是说按照中医的这个五行 苦 这个胃呀 对五味嘛 苦味呢 它正好是入心 像你刚才谈到说你特别爱长什么一些疙瘩 按照中医的这个古典地载 猪痛养疮皆属于心 就是说你出了这些小疙瘩呀 什么养的这些疹子呀 按照中医理论都是因为心的方便的问题 所以呢 心火比较盛 有热 因此呢 他心脏他对应的五味 正好也是苦涩 刚刚讲到的凉茶 是岭南人民根据本地的气候 水土特性 在长期预防疾病与保健的过程中 以中医养生理论为之道 以中草药为基础 研制总结出的一类 具有清热解毒 生煎止咳等功效的饮料总称 饮用凉茶 是两广人民 长期同大自然做斗争 总结而来的一种护身法宝 据有关医药专家介绍 凉茶凉而不寒 清热而不伤脾胃 没有肝肾毒性 四季皆宜 无病时可防病 有病时能治病 秋冬防秋灶 春夏去蜀湿 那么这岭南的凉茶 是否适用于北方人的养生呢 它是中医里边的一种 但是它又发源于这个岭南地区 已经深入到岭南地区人的生活之中了 成为它的日常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了 所以这样就是可以会看到当这个岭南那一块的 包括日常生活里边有些茶坡这些情况 其实它也属于中药里边的一种 对于更合理的还得要一些辩证 有些针对性的去用药 我也在想都成为生活中的一个必备品了 如果他们那边的人不喝会有什么 它主要是针对它岭南地区 它比较湿热潮湿 它有一个普通的方子 这种共性的方子 这一类它比较适合这一类 如果不是这一类的 或者不是这个体质的 你喝吧 可能就 地有南北 人也分南北 地域的 它那凉茶像刚才您说的 有些人喝完凉茶 说拉肚子 这个里头是我认为是应该辩证的看 你比方说这个人他心火特别旺 然后他老长疙瘩 长疮 或者说大便还干 然后小便黄翅 这种可能喝完了药以后 一个去心火 一个可能他本身就有目的地让你去泄 是这样的 泄火 它本身它是一个途径 它这样的 但是如果说比方换一个 那么我们北方 北方以后说的话 你比方到了九月初 说起来话 那么就是说已经到了这种 像这个季节白鹿 或者马上秋分的这个季节 那么早晚温差很大 很凉了 那么这个时候 北方人在喝这个凉茶的时候 那就要特别的斟酌了 根据你自己的情况了 所以南北还是有很大的低语差别的 我个人的经验是 比如说我如果在秋季或者冬季 到南方去出差的话 那我可能每天都会喝一杯两杯 因为北方已经是秋冬季速扎的季节 很冷了 你突然间到南方以后 你受不了 热湿受不了 这时候容易上火 你可以每天都喝一杯到两杯 我觉得还是不错 另外一个南方人 他广东那边的东西 一个咸 味儿有时候有点咸 另外他还爱吃甜食 这都是住湿 另外口渴 再加它的温度高 这个时候你配合相对来讲 配合一些有针对性的凉茶 那是有意义的 但你这人同样是你这一个人 你跑到哈尔滨去了 或者你跑到什么 内蒙古的什么地方了 恐怕你就不能喝了 所以还得地狱天人合一 根据这个 今天带来一个凉茶的方法 这个凉茶就是 因为到秋天以后 往往是气血亏虚 容易出现皮肤的干燥 太平了 皮肤的干燥 这是什么 是美容养颜 对 一个养血 和血 养颜的 这样一个方法 这就适合他们 这是 中医里边 最一个有代表性的 叫四五汤 四五汤 哪个物 就是物品的物 大家都知道 这个四五汤 四五汤里边有生地 就是生地 有白勺 有灯规 灯规 还有那个川胸 四味药 四味药各六克 各六克 因为咱们说 茶就是凉茶 它的位数小 少 药味 药量也小 它是处于 这个方法 你就是按凉茶的方式 给它做成 那个煎计 做成煎计 以后你煎十分钟 煎十分钟 以后就当带着 像茶似的 平平的服 所以这个方式 要提醒大家 就是 比如说 针对北方人 在这个季节 秋季的时候 因为它不是那种 我们刚才就俗话讲 不是那个劲儿特别大的 对 所以你现在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这个季节也可以喝 对 就这个季节也可以 它偏温 就是天温一点 它不是像凉茶 那种泄火的 对 因为人是分南北的 地域是分南北的 所以可能会有些效果 但不一定就是说 看了这节目 就是说 我们就非得 喝凉茶 你只是知道 有这么一个方法 中央有这么一个方法 对了 你得辩证地去应用它 秋季养生 除了需要清火润造 还有一个特别的养生重点 就是进补 俗话说 秋冬进补 春天打虎 其中 中药高方 就是一个很好的进补方法 在古代皇帝内经中 就有着 使用高方进补的记载 尤其是在北方秋造世界 服用高方 可以起到滋补强身 防治疾病的作用 因为北方 我们有自己 属于自己这个 北方人常用的 秋冬季节的这些 降灶也好 养生也好的一些食品 街上现在也有做成成品卖的 像这个什么 桂林糕 秋梨糕 秋梨糕好多种 还有那种浓缩的 对 就跟过去吃炼乳似的 倒出来开水 漆了 然后喝 很多种 这个就是完全是属于北方的 这个在中药里边 这个应该叫什么 叫高方 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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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熬的高的人 那个不是那高低的高 不是高低的高 不能说北方的比南方的高 这个也是南方 这个南方 其实它就是高方 这是中医里边 在红帝内经的时候就有的 在明清时代的时候比较盛行 现在就是在当今里边 浙江 江浙一带 也就是每到秋天冬天的时候 他们那边还是比较盛行 这个高方进步的 我们北方现在刚才你刚说了 也逐渐的都在 这一块也都越来越重视 我觉得有一些症状的人 可以用一些这样的东西 高方跟刚才凉茶有区别的 高方一般在中药中医里边 它属于大方 就是刚才说的凉茶属于小方 那个中药 就高方就属于大方 它往往是药味比较多 你像高方的话 就是凉茶是三五味药 那么高方可能就是二十味 或者甚至会更多的味 高方应该是一定是有针对性的 张三的高方绝对有底四不能吃的 因为一般来讲 像现在你像我们医院 现在也在做高方 那做高方是什么 你第一次来看病 我不会给你开高方的 我肯定是先要给你开影片 给你开汤药 因为现在有很多慢性病 甭管是胃肠功能不好 就睡不着觉 要不然就是说 整个的还有一些情绪 不稳定 或者其他种种的这些疾病 它为什么要成高方 它为什么有这市场 很多人 所以说你说小李让你去熬药去 你哪有功夫去熬药了 你不可能 而且你也很麻烦 这是一个 那么另外一个 你比方说你 明天说你有事叫你出差 你这药怎么办 你就得停 高方就减轻了这个 所以说比方说 我根据 我已经给你看病了 看了一次病 我对你的基本情况是了解了 我用药到底合适不合适 我心里是有数的 然后 那么我就根据你的情况 我配置一个 位数比较多的 可能二三十位的药 熬制成方 这个方子可能 这个高方 我给你做好了以后 浓缩了 你一次可能 就是喝一汤勺 一天喝几次 然后你就可以带走 你比方 你不管你到广州 你出国 你都不要紧 你带走 不影响你的治疗 所以它简便 带起来很方便 另外一个 能够达到这个治疗 通常我们如果从中医药的角度来理解高方的话 它是针对一些什么样的病症 或者它是特别好的作用 慢性病 需要长时间去治疗的 看什么病毒 病毒太多了 对 我想知道一个重要的问题 您刚才说了一个 说我拿到外地去喝 这高方 我一直以为它是膏状的 不就是吃了吗 怎么还喝呢 摆着喝 看一下这是个高方 你看 它是这种 很严重 你就每次的话 就拿两勺 这跟你说的 这跟那龟龄膏什么都不一样 那不一样 它不是成块的 不是高 就是绿豆膏 那高 那个 有点像那个 芝克糖酱 对 烧的馆子喝的 其实就是一个浓缩的 各位也讲到说 这个高方 其实特别是针对一些慢性病 是有显著的效果的 而且我们也注意到 比如说尤其在秋季 季节变化的时候 有一些慢性病 有一些中老年朋友的这些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可能在这个时候 换季的时候 身体就会出问题 这时候是不是高方 对他们就会有更好的效果 这个实际上就是说 夏天过去以后 因为夏天是一个特别炎热的季节 所以很多人就在中医养生里头 他也认为秋冬季是一个进步的 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那么高方应该说 我们刚才说了很多了 它方便 它针对性强 另外口感也还可以 另外还便于携带 所以这个季节 你比方说像有些呼吸道的疾病 脑脑脂 脂肝管哮喘 然后脑血管病的病人 中风 或者心血管的病人 恐怕都会在这个季节 由于气温的变化 温差的变化 都会发作 或者说有些加重 所以说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谈高方的 引进来养生 应该说它的意义就更大 所以中老年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比如说一些慢性病的这些朋友 可能在这个季节里边 就可以适当的去用一些 因为慢性病 慢性病的 尤其中老年人 慢性病 他都是从中医来讲 他都是有一个阴阳的偏差 他不是一个平和的 尤其是有这些慢性病的 多半情况都是我们叫本虚标识 从本虚这来讲的话 都有一些肝肾不足 气血亏虚 他有的虚的一面 那么这个时候 在虚的一面 你突然有一些季节的变化 这个温差的改变 这种情况人体比较难以适应 外界的变化 就容易产生一些疾病 如果这个时候你积极的 在他还没有发作的时候 你用一些高方滋补气血 阴阳 使阴阳平和气血调达的话 可能能更有利于 适应外界的气温的变化 要想舒服健康的过秋天 高方凉茶这些传统中医疗法 您不妨试试 其实中医在解决一些 秋季一发病症上 还有一些好方法 接下来 专家将针对秋季困扰人们的 便秘问题展开讨论 并给出独特的中医解决办法 值得期待哦 我们得说另外一个 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话题 我觉得就是 刚才两位专家也讲到 就是关于便秘的话题 有很多朋友非常痛苦 尤其到了这个秋季以后 季节一变化以后 这个症状会加重 这个要请专家来谈一下 因为这个秋季本身就容易便秘 但是便秘 与好多的都有关系 通常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呢 比方咱们一个月吃 吃得太少 吃得太精 喝水少 还有些个排便习惯不良 有些人排便的时候 在厕所老冬着 时间太长 也容易便秘 还有些人就滥用腺药 刚才大家都讲了 凉肠高方不治疗好多疾病 但是有些凉肠它是苦寒的 老腺 腺多了以后 反而它有依赖性了 就到这便秘了 所以 好像人家提醒我说 你平时要是不爱便的话 没事就上厕所坐 没事上厕所坐 不是没事就上厕所坐 但是要有好的习惯 那样会有副作用 它实际上是那样的 就是应该崇尚一种 如果能有可能的话 定点 定时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你定时去排便 让它形成一个反馈 习惯 习惯比较好 我觉得像咱们今天在座 咱们这几个人 我觉得都有这困扰 你比方说 小蕾你正在做节目 那你不可能去 你像我们正在看病 说一话 反正我是一上午 几乎是 没及特殊情况 我是不上厕所 我的时间调整的好 我是早上起来 对 那就是因为你把时间调整好了 但有相当一部分人 他调整不了 可是他有一工作的原因 你比方现在 他有这个感觉 他不能去上厕所 就忍着 就憋着 长此以往 就会是便秘 对 因为现在就有个误区 所以我要借此机会 能够跟各位观众 把这个说起 现在包括医生 医生也好 或者患者也好 都有个误区 老蓝又现有 结果长期又现有 到这里之后 叫做顽固性的便秘 这个顽固性便秘 非常难治 在蒙日上 我每天 看好多病人 都是全国各地来的 就是 开始挺好的 小姑娘 就是为什么 为减肥 吃了好几年 以后再也不拉了 没办法了 非常严重 怎么办 我们还把肠子牵掉 把肠子牵掉 把小肠和肢肠 减肠解决的问题 把大肠整个 整个都牵掉 大家可能没清算过 这么严重 对 所以一定不能滥有蝎药 所说的蝎药 我们指的什么样 不是说什么样叫蝎药 就指的刺这些蝎药 包括咱们白鲜叶 锅刀片 捐明子 大黄 芦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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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植物 很多人在盛传它的神奇功效 养颜 美容 减肥 排毒 愈合伤口 除了不能让生孩子 其他什么功效都有 因为它还有一种 芦荟树 它就刺激草荡排便的 是可以 但老吃 长期睡的话 就不行 所以有的人 它老吃 美容 老吃睡的就先要 因为看到这个病 特别多 所以我们就组织它用什么 在不吃药治便秘 有些外治的方法 怎么治 比方说 没耳痘 切肚脐 还有咱们 我们用这个 穴位没馅的方法 您得说慢点 我们这个记不住 您刚才讲到的是 非常重要的概念 咱一个一个讲 第一个是什么 比方就说是 耳穴压痘 耳穴 耳朵的穴位上 还有我们最常用的 叫做穴位没馅 用一个馅 我可以给大家标演一下 可以 常规的手术 就要消毒 无菌 戴口罩 帽子 手套 现在我只能给标演一下 怎么这么做 就把这个专门的特色的针 把线穿到这里边去 什么线 长线 就跟他手术的线一样 就我们做手术的 这个阳长线 然后找到穴位 把这个针 什么穴位 我们一般学的穴位 我们做的 三组穴位 一个是天书 还有朱山林 和大肠酥 做三组穴位 六个穴位 我们把这个扎着以后 扎里边 这个说到不好 扎里边 然后一退 就把线打里边了 然后拔出来 再拿负料固定上来 一般没有太大的痛苦 没有太大的 不疼 一般来说不太疼 它进针的时候肯定会有点疼 跟咱们输液差不多 这白一次能坚持多久了 每一次线一般来说两个月左右就吸收了 有的病人没了以后就策定好了 这是一个比较现代 不 这很古老的 这个不是新的 这个跟咱刚刚做的凉茶 高芳 还有这个 是我们老总共发明的 不是 这个埋线 针灸是好多的 一个方法 它治很多疾病 不同的疾病 它们有不同的方法 是这样 它这个埋线的一个最大好处 你比方说很多人 让你来天天去做针灸 您没时间 而且疼 这个埋线刚才不说了 它要一两个月才能吸收 那么在这个穴位上 这个阳长线割里头 让它自己吸收 所以这个地方老有一个东西刺激 给个针灸 明白吧 那么能够发挥针刺的一种效应 我现在发现 其实有很多年轻人 现在也开始出现这个问题 这恐怕就是刚才包括像刘主任讲的 我们的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 还有工作的环境 工作压力 工作环境 因为你看有很多人就是做暗头工作 他老得坐着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说痔疮 说过去老百姓有一个俗语 叫做说十男九智 十女十智 是这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说它不那么绝对 但是有一个问题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现在肛门激化的人非常普遍 那么跟它的很多 诸多的因素有很多关系 那么你老是长期做的 它局部老是这个等于压迫 所以局部的出现的 这个整个的血运就出现问题了 出现障碍了 所以它才会出现痔疮 实际上还有其他原因 那么出现痔疮 那么完了以后大便干燥 它都是连锁的反应 而且它给你的生活质量带来很大的麻烦 也非常痛苦 最近我们这个系列的节目讲的是秋季养生 其实我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到底什么是养生 我想可能今天我自己也有收获 中医的养生不是说用一个什么具体的方法解决某一个具体的问题 而是让我们能够在这种养生理论的引领之下 去寻找一种更科学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让我们能够远离疾病 拥抱健康 今天也特别谢谢我们的三位专家 也谢谢二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会 谢谢 谢谢 少年病重 妈妈竟然神秘失踪 一封书信 牵出一个不幸家庭 母子相依为命 危难时刻 却心生隔阂 往事如烟 怪病究竟源于何处 健康之路 敬请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